今天我们要解决一下减肥中常见的迷思之一 蛋白质 我们减肥期间为什么要补充蛋白质 如何吃蛋白质才能瘦得更快 哪些食物可以给我们提供丰富的蛋白质呢 解决了以上的三个问题 那么对于大多数减肥的小伙伴来说 减肥就有一个良好的开端了 好 那我们来说第一个 减肥期为什么要补充蛋白质 那第一点呢是因为蛋白质的饱腹感强 可以有效地帮助我们减少食量 经历过减肥的人都深有感触 减肥期间最怕被饿 更怕饿了控制不住自己大吃大喝 那么吃够蛋白质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 蛋白质呢它属于大分子的物质 在体内消化和代谢的时间很长 那么可以带来较强的饱腹感 从而就起到了抑制食欲 减少净食量的效果 第二点呢是因为蛋白质可以帮助我们 稳定胰岛素水平 避免身体储存脂肪 那么许多常看大莉莉视频的小伙伴呢都知道 血糖的巨身巨降会刺激我们体内胰岛素大量分泌 而胰岛素呢又是储存脂肪的激素 所以容易导致身体储存脂肪 那么相对于面包蛋糕等高升糖指数的食物 蛋白质类的食物的升糖指数比较低 吃了之后呢不会引起血糖大幅度波动 我们身体的胰岛素也就不会大量出动 身体也就不那么容易合成脂肪了 第三呢是蛋白质食物啊 可以帮助我们身体代谢多余的水分 帮助缓解水肿 很多微胖界的小伙伴看起来胖 但它不一定是真胖 也不一定是因为脂肪多 也有可能是水肿造成的 而造成水肿的一大原因就是饮食中缺乏蛋白质 长期吃不够蛋白质会使我们血浆内的渗透压下降 于是血管内的水分呢就渗透到血管外的组织里 从而我们就会出现水肿的情况 其实呢脂肪含量并没有那么多 但是呢你就是看起来种种的 如果你有这样的情况 先试下吃够蛋白质 先不要着急减肥 第四点是蛋白质可以提高我们身体的代谢率 并且帮助肌肉生长 减少因为减肥啊导致的肌肉流失 我们人体的肌肉含量呢决定了我们的基础代谢率 往往肌肉含量越高 那么基础代谢所消耗的热量就越高 减肥效果也就会越好 那么换句话说 一身肌肉的运动员躺在那里一动不动 可能他所代谢的热量都比你散步要高 而且啊蛋白质承担着肌肉生长和修复的重要任务 所以减肥期绝对是个必选项 OK那以上四点解决了减肥 为何要吃够蛋白质的迷思 那下面我们要聊一下如何正确的吃蛋白质 因为减肥期间吃蛋白质不能盲目 如果没有掌握正确姿势 就有可能不受反胖 那蛋白质到底要怎么吃才能够越吃越瘦呢 首先我们要保证吃足够量的蛋白质 那中国居民膳食指南里就指出 成年男性每天至少要吃到65克蛋白质 而成年女性呢则至少要吃到55克 而减肥期间的小伙伴可以在此基础上呢 稍微增加一些 因为蛋白质是组成我们身体结构的重要物质 我们的皮肤肌肉骨骼等等呢 无一不是蛋白质构成的 而且蛋白质也是我们身体能量的主要来源之一 其实大多数华人的饮食结构里相当缺乏蛋白质 典型的早餐比如说油条 馒头 包子粥 午餐比如说草菜 米饭 再加一些肉 晚餐又是面条 或者又是米饭等 一日三餐都是高碳水 低蛋白质 所以我的建议是吃到你体重1.3到2倍每公斤 这样呢可以最大程度上减少你的饥饿感 同时也减少肌肉的流失 第二点是我们要吃优质蛋白质 因为同样是蛋白质也有着不同的出身 通常食物中的蛋白质可以分为动物蛋白和植物蛋白 而优质的蛋白一般要具备两个条件 所含氨基酸种类齐全 还有氨基酸比例平衡 由于动物蛋白中氨基酸的组成比 比较接近我们人体的氨基酸 而植物蛋白中除了大豆蛋白之外 大多会缺乏一到两种人体必须的氨基酸 所以大多数动物蛋白和大豆蛋白呢 都可以列为优质蛋白 我们减肥期间可以尽量选择它们哦 随大力综合蛋白质含量和氨基酸评分两方面的数据 给大家选出富含优质蛋白质的前10名食物 希望对大家日常补充蛋白质有所帮助 第一个呢就是大家熟知的鸡蛋 鸡蛋中的营养素含量丰富 是营养价值很高的食物 鸡蛋蛋白质含量在13%左右 而且氨基酸组成与人体需要的非常接近 通常情况下会把鸡蛋蛋白作为氨基酸评价的参考蛋白 而且鸡蛋含有的维生素种类齐全 矿物质如钙、磷、铁、铁、锡等的含量也很丰富 所以这里大力建议健康人每日至少吃一个鸡蛋 而且蛋白蛋黄都要吃哦 牛奶是我要介绍的第二个优质蛋白来源 牛奶的营养成分非常丰富 组成比例也适宜 容易消化和吸收 它可以提供给我们优质的蛋白质 维生素B1、维生素B2和钙等 而且牛奶因为它是液态食物 水分含量高 所以蛋白质含量只有3% 但是牛奶的氨基酸比例符合人体需要 属于优质蛋白质 牛奶方便饮用 一般很容易就喝到几百克 所以牛奶是我们日常很重要的蛋白质来源 超市里边可以买到各种各样的奶制品种类 比如说液态奶、奶粉、酸奶、奶酪等等 酸奶它是经过发酵 然后乳糖、蛋白质和脂肪都有一部分分解 所以乳糖不耐受的小伙伴可以尝试饮酸奶来代替牛奶 我们每日可以喝300克的牛奶或者相当于300克的牛奶的奶制品 第三个要介绍的是鱼类 鱼肉富含蛋白质、脂类、维生素和矿物质 每100克就含有大约快20克的蛋白质 而且含有人体必须的各种氨基酸 尤其是富含量氨酸和赖氨酸属于优质蛋白质 而且鱼肉一般都柔软细嫩 和猪牛、羊肉、鸡肉比就更容易消化一些 而且鱼肉还含有丰富的Omega-3不饱和脂肪酸 对我们保养心脑血管都有好处 可以帮助降低炎症反应 所以每个星期吃上2-3次鱼肉就再好不过了 下一个要介绍的很多小伙伴都爱吃 那就是虾肉 虾的营养价值其实真的很高 它富含蛋白质、维生素A、B1、B2和烟酸 还有钙、磷、铁等成分 而且虾肉的脂肪含量很低 100克的虾肉只有93大卡 含有蛋白质19克、碳水3克 妥妥的减肥时期的好食材 不过海鲜过敏的小伙伴要甚吃 鸡肉也是优质蛋白的前10名之一 每100克的鸡肉的蛋白质含量 大约在20克左右 像鸡胸肉就是许多健身增肌小伙伴 固定的蛋白质来源 去皮的鸡肉的脂肪含量低 还含有较多的不饱和脂肪酸 尤其是油酸和亚油酸 还含有多种利于人体消化的氨基酸 同时也是铜铁心等矿物质 以及B族维生素、脂溶性维生素的重要来源 第六个是鸭肉 鸭肉的营养价值与肌肉相仿 100克的鸭肉含蛋白质大约16克 其中含有溶于水的胶原蛋白和弹性蛋白 鸭肉中含氮氏物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肉中的香气部分比蓄肉多 所以鸭肉味道鲜美 而老牙汤更是鲜到掉眉毛 鸭肉也是含B族维生素和维生素E比较多的肉类 鸭肉的钾含量较高 那100克的鸭肉就含有近300毫克的钾 而我们正常人每日大约需要2000到4000毫克的钾 瘦牛肉也是优质蛋白质的重要来源 100克的瘦牛肉热量大约在113大卡 蛋白质含量高达21克 而牛肉的蛋白质的氨基酸组成 与咱们人体需要相近 而且比例均衡 人体吸收利用率高 牛肉的脂肪含量也比猪肉和羊肉的低 除此以外 牛肉中还富含矿物质 钾、鲜、酶、酶、酶等 还有B组维生素和烟酸 维生素B1和核黄素 所以也是减肥和健身的好食材 第八个要介绍的是瘦羊肉 那100克的瘦羊肉热量大约是118大卡 含蛋白质大约20克 羊肉中的矿物质含量非常丰富 其中铜、铁、铅、钦、铃的含量高于许多其他的肉类 羊肉中含有的成人必需氨基酸 与总氨基酸的比值高达40%以上 是优质的蛋白质食品 人体吸收利用率高 所以减肥的时候可以多吃瘦羊肉 下一个要说的可能很多人都没想到 那就是瘦猪肉 100克的瘦猪肉的热量大约是143大卡 含有蛋白质20克左右 脂肪6克 碳水1.5克 它的氨基酸组成与人体需要也很接近 而且猪肉中含有丰富的 磷、钾、铁、铁等元素 是人体所需矿物质元素的重要来源 猪肉中还含有微量的水溶性维生素 所以我们日常生活中对肉类的摄取 应该是全面而丰富的 这样才能对我们的均衡营养有好处 过多的摄取一种元素都会造成其他的不平衡 那么最后介绍的 对素食者补充优质蛋白意义重大 那就是大豆 大豆包括黄豆、黑豆和青豆 那么作为唯一上榜的植物来源蛋白 大豆含有丰富的优质蛋白质 不饱和脂肪酸、钙、钾和维生素E等 就拿黄豆来说吧 100克黄豆热量大约是390大卡 那么其中就含有蛋白质33克 脂肪16克、碳水33克 大豆中的氨基酸的组成和比例 与动物蛋白相似 而且富含骨类蛋白质缺乏的赖氨酸 此外大豆中还含有多种有益于健康的成分 就比如说大豆一黄铜、植物固传 还有大豆低聚糖等 那么大豆的做法也有很多种 比如说豆浆、豆腐、豆腐肝、豆皮和豆腐脑等 那么买豆制品的时候 大家也可以多注意一下 买那种蛋白质含量比较高的种类 不过像豆豉俘乳这种发酵豆制品 因为它的钠含量过高 所以我们减肥的时候最好要少吃一些 还有一些小伙伴认为 昂贵的鲍鱼、海森等蛋白质含量更高 但其实每100克鲍鱼中含有蛋白质只有12.6克 而每100克的海森中含有蛋白质是16.5克 并不比一般的鱼多 而且鲍鱼、海森的其余营养成分 与其他的水产动物相比也有高有低 所以营养价值并不像大家所认为的那么高 所以减肥的时候我们要吃健康 要吃高蛋白不一定要选择特别贵的食材 一样也可以达到补充优质蛋白质的效果 那好,最后要说补充优质的乳清蛋白粉 也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比如我一直在吃的德国PM的乳清蛋白粉 它就特别好 因为它味道很清淡 而且饱腹感还持久 所以我一直都有在喝 OK,那希望今天介绍的有关蛋白质的知识 可以真正的帮助到大家 喜欢的话就请麻烦帮我订阅、点赞和分享 那我们就在下个视频再见咯